香港入境处公布,无一守两天,整体入境人次达到87.5万人次,大陆防港旅客人次占33.1万,首日人数较去年同期升24%。不过,随着多国放开签证,精明的大陆客不再来港狂购名牌。 比方说,杜拜啊,澳洲啊,我会去那里买,那里折扣比这里更大一点。这里大概就是10%和内地的差价,那去到那边呢,会有30%。 那你亲自来这里主要是放松一下啊? 对对对,换个环境,换个环境,因为这里空气,不管怎么说,比大陆要好一点。这个是用钱买不到的。 各式日用品反而畅销。 玩具啊,化妆品,我觉得质量有保证嘛,然后价格也还合理。 相对日本,韩国超越香港成为新的旅游热点。不过,有旅游界人士认为,香港仍然有吸引力。 他们的国际航班如果有限度的话,变成会承受航班的再大人数一定有个限制的话,变成会会幸福受到一个局限的。 那么这里未必一定可以对对我影响的很大。 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。